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方院派都自称是清代仓品 这个小一点 那个大一点 而且这个完整 六件宝路各有千秋 他们究竟会缘起怎样激烈的争夺 一锤定音 敬请关注 这样的各位朋友们 等着晚上好 欢迎各位光临 中央电视台台经频道的大型艺术品介绍节目 一锤定音 我是朱毅 首先掌声欢迎 今天坐镇现场的四位专家老师 欢迎我们今天现场即将接受挑战的 十七位夺宝人 欢迎各位 你们的目标今天是要 争取用自己的眼力换来 做到钻石夺宝席的机会 谁能够在钻石夺宝席 做到本场节目结束 他将是本场最具眼光的 艺术品投资人将会获得 由同样坐镇现场 我们的同喜赞客大师 孟兆平先生 新手在现场赞客的明喜一枚 欢迎孟老师 六件宝物即将增长 三件为真 三件为假 先来看一看 头两件好物 请看短片 青晚期西方禅寺定长和尚款青花水城 本件藏品 宝主认为是青晚期所制的青花水城 它来自佛教名山天台山 是当年的僧人定制瓷器 这种寺院定制瓷器存量极少 因此宝主认为 这件特殊的藏品报价二十万元 青嘉庆青花人物碧歌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一件青嘉庆时期的 官瑶瓷制碧歌 它绘制的是当时少有的人物体材 因此更显珍贵 所以宝主认为 价值应该在八万元 两件清代文房用品 一件号称高增定制 一件号称官瑶金铁 一针一脚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 对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 我们邀请两位保主 共同出场 欢迎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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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儿俩 这感觉是真的 你多大岁数 我二十四 二十四 您呢 十八 五十八 你看这岁数不合 鱼儿俩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来自浙江绍兴的保主 您叫 我叫张一峰 姓张 龚长张 明白了 张一峰 张先生 您呢 人 朗铁金 来自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 这俩离得够远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对宝物的介绍 张先生 这件宝物什么时候得到的 这件宝物是我家传的 是我小爷爷以前是 新昌大佛寺 浙江新昌大佛寺的住持 我小爷爷他刚出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他师傅的时候就有了 师傅传给他的 对 对 就这个意思 后来他给弄回来放在你这了 那不是 因为我父亲的话 从小也是在寺庙里以前照顾他 哦 就是从父亲的再传回来 是的 所以可谓是传承有序 是吧 是的 那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我报价是二十万 二十万 对 好 您听他说的靠谱吗 我看也不错 也不错 是真的吗 如果他是真的我就假的了 哎呀您这说话太客观了 王先生介绍一下您这件笔歌 我这家笔歌 笔笔切切是家传的一件宝物 你看这话说的 我这笔笔切切是 因为呢 去年呢 我的家叔病逝以后 我的婶婶拿出这件东西赚给我的 那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我的底价八万 底价八万 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好了 来 各位多报人 请上前观调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快点时间 不要动手 看着想 严谨 严谨用笔尖来试探我们的宝物 好 时间到 谢谢各位 请回到座位 好 刚刚老师已经点亮了彩灯 一红 一蓝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 各位多报人 请选择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多报人 他们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 红 十 蓝 七 认为你这边真的人多一点 是肯定的 你觉得这个现象正常吗 真理一般 整个的少数人手里 他们都这么说 好 我们来问一问少数人的意见吧 八号 我是这样 感觉他那个化工特别精湛 然后颜色我觉得挺对的 你觉得这件假在哪 这件就假在高僧 还有孩子 还有孙子 他说完之后 我就更认定了 好 问一下后边跟你站在一个战线 十六号 十六号 十六号是马先生 是吧 马赛先生 老主你好 我也是觉得你这件藏品 就是红的这个 看上去不太好 它这个龙化的 有点像俩火龙果倒在上的龙头 就是没有那个清中晚期的那个神韵 感觉没有什么味道 那个壁国化的就比较精细 然后像有一些官养的这个味道在里边 谢谢 马先生一张子 我觉得您跟马三立有点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我小爷爷 怪不得 原来是这样 我们问一下多数派 问一下十三号 好小姐 你为什么认为这边是假的 看着不像是官养的 哦 为什么呢 感觉 一清的人心里有一清个官养 是吧 这感觉不像 迈克先生 为什么您选择 认为 这是真的 这是假的 我的朋友刚刚说 他看那个颜色 我也看那个颜色 但是我跟他不同意 我觉得那个 红色的 就 那个是 那个是真的 我看那个颜色 就 真的是 看颜色 我们有时候研究一下外国的朋友 怎么看我们的瓷器 有利于我们这个瓷器的出口生意 知道吧 好 那么接下来 到底哪一件事 真的呢 我们请两位保主走到自己的宝物面前 来 接下来 这是揭示真相的时刻 有请杨静荣先生 非常纠结啊 因为咱们两个得宝人 谁都不会说假话 全都是家里传的 但是咱们又得分出这个新老来 这件东西呢 就说的 我们看最多 也是这个仿 官邀的作品 而且是后仿的 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 这个就跟他本身的那个官邀款制 就对不上了 所以这件东西我们就定为这个 防品 这件东西是老的 是老的 老的 但是民有 民有 谢谢 谢谢杨老师 那就是说那个 他能留下 对吧 他能留下 再研究一下 看看 哎呀 你别说 还真好 谢谢您参加 一锤定音 谢谢王先生 再见 你看看 比你是吧 年长三十多岁的 王先生就心情灰暗的下去了 你觉得好受吗 这样好吗 这样 有好也有不好 支持你的朋友 十位 哎 居多数 恭喜这十位多宝人 刚才 立挺这边的呢 你们这一轮就可以先歇了 来 来 有请 有请 好了 接下来 您刚才说的是 二十万元 是的 二十万 是的 各位 请轮垂打架 麦克先生 宝主 你好 你好 欢迎来我们的北京 麦克先生在北京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我也谈到苏德哥尔博 欢迎来北京 我们已经知道 你的那个东西是真的清代的 但是清代的时候 有老百姓 也有皇上的 是的 所以有普通的东西 有非常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寺庙用的东西 对不对 寺庙专用 对 寺庙专用 它是有别语名谣的 在我看来 我的意思就是 不是皇帝用的东西 所以是和尚用的东西 我们知道和尚是什么人 他们是没有头发的人 对不对 就跟你讲 不要 没有头发的人不可以相信 所以我的意思是 对 那个是漂亮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一般般 所以你说二十万 我看那个龙 我觉得不非常漂亮 所以我要说 我可以给你五千块钱 但是我也有礼貌 所以我说五万块钱 行吗 行吗 不行 不行 谢谢 人家费了这么半天劲 举了这么多例子 最好就俩段不行 你环节环得太狠了 真的 杨老师 这个做产地是景德镇摇的 反正是景德镇摇 景德镇摇 还有青花的颜色 是典型的景德镇摇的产品 像这样的作品 我们在文物史上见到不少 不一定是和尚本人到那顶坐的 可能是他的供养人 他对许愿了以后 他觉得在这儿 他的愿望达到了 所以要进行一定的回报 然后就订坐一个 把这个专门写上它的款制 然后像这样送到寺庙里边 再在那供奉 我们一般把这样的东西 就定为二级官窑 算二级官窑 它跟官窑不一样 但是因为又是专门订坐的 所以它的工艺是达到 一个工艺是水平都比较高 因为到那盯坐 官窑不可能跟你坐 但是民窑里边也都是选最好的 好 谢谢杨老师 下一锤 17号 宝主您好 这一件瓷器 它是一个清晚期的作品 那么清晚期的瓷器 跟它之前的一些瓷器比来说的话 它的价值实际上是要更低的 那么尤其是刚才我在接近看的时候 注意到一点 它的边壁上是有两个小的洞的 这两个洞实际上比较大的影响 它的价值 那么综合以下的因素 我觉得可能给您8万的这样一个价值 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看到过这两个洞 有还是没有 不就有了 能看出来吗 洞 好像没有吧 不是 应该是 这个宝村应该算是非常完好的了 那不是洞 看着像 它是个黑点好像 对对对 要么是黑点 黑点 杨老师您知道17号说的这是怎么回事吗 实际上那个黑点在这个烧厂里边是允许的 你像这个吧 它不在这个就是说明显的地方 这个就算应当在 如果按这个出厂定期的标准 这应当就算一级品 对 杨老师 下一水 18号 从画工上 因为我画家 看着这两边这个顺 就从那个烧这个层次上 那个花青那个层次不够完美 但是呢 你是家境是青三代后期的 所以我给出15万 层次不是说那种特别好 就要么特别深 要么就特别浅 没有什么过度 边缘特别硬 那还是请专家来 刘老师来介绍 画工怎么样 杨老师 其实说的其实应该是画工和这个 它这个民谣的画工 在这里边又是定做的东西 应当就算相当不错的了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吧 人家都给的越来越高 这也没还多少钱 人也是 然后已经从刚才几万 5万涨的人涨的都15万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 褒贬是买件 就说明18号 对这件东西非常喜欢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详细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具中 除去笔墨纸燕以外 还有几十种用具 水城就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古代文人的文房用具中 有很多都是定制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从古之间 中国文人都是在追求 自身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价值 希望通过自己的诗词或书画作品 表达对社会对人性的独到见解 思想的独立 决定了他们独特的审美观 作为文人必备品的文房用具 是文人们表达思想和品味的 众多载体中的义种 某种程度上 文房用具可以说是文人们的挚友 每一个文人都清楚地知道 什么类型的文房用具 能让自己拥有心灵上的直接的慰藉 文人们都渴望得到 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文房用具 因此 古代文人定制文房用具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流行趋势了 好 刚才的报价20万元 现在可以做一个涨价 也可以打折 各位如果喜欢请出价 夺宝规则 第二轮出价后 保主面临三种选择 选择与出价最高的夺宝人 达成交易意向 选择退出 选择进入10秒夺宝 那么保主最终将做何选择呢 出价结束 张先生 接下来请你不要回头看 你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10秒多了 或者退出 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打在身后 接下来你有三次机会来摸底 你可以任意询问三位出价人 他们的出价 第一个问谁 18号 18号 还是15万 15万 谢谢 第二个问谁 13号 13号 13号出价多少 我出的9万元 谢谢 9万 看吧 9万不看吗 不看 5号 5号 您的出价是 8万8 8万8 谢谢 别回头 8万8千元 不在身后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保主三次选价 都与他的第二次保价相差甚远 而夺宝人所出的最高价 也不过是16万多 一件清缓器定制水城 到底价值几何 面对夺宝人不高的出价 保主会不会选择退出呢 张先生 想好了 想好了 做得了主 做得了主 你的决定是 最高价成交 最高价成交 来 请回头 最高价 2号 166666 离那差12万 恭喜2号 保主拿成了意向 来 本栏目合作的三家拍卖公司 和北京股玩城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1万元 本栏目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诞生了 百分之1666 有请2号坐上钻石朵包心 非常感谢你带着家传的宝物来到一锤定音 祝你交易愉快 再见 再见 刘先生 这能买吗 反正也买了 买了就得接着 这要真买了的话 按这价格能买十几个 是吧 但是拍卖公司给的是一个估价 特别你要记住是一个平均估价 有没有可能是拍卖公司很少拍这种东西 拍卖公司在瓷器专场的拍卖当中 特别是从寺庙里出来的瓷器的量 是其他瓷器量的 也就是百分之一这么个量 好 谢谢刘老师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本厂的第三件和第四件宝物 请看短片 和田玉代沟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经营洁白 雕工细致 形成规范 应该是和田玉制品的典范之作 再加上它历史久远 这件和田玉代沟宝主报价十万元 和田玉杯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是明代和田玉雕城 包浆浓厚 色泽温润 雕工精湛 小巧可散 宝主报价八万元 两件和田玉玉器 一件号称典范之作 一件号称精巧之作 一只一脚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 有请两位保主上场 大家好 您好 您怎么称呼 我姓王 叫王毅如 王毅如 您来自哪里 来自北京 北京人 您呢 我姓谭 谭 是湖南永州 啊 湖南永州人 对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两位保主 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宝贝的 从您开始 三十秒跨宝 我来来的是明代和田玉玉高珠碑 他雕工流畅 预致温润 请大家喜欢 请大家喜欢 很客气 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卖八万吧 八万 好 谢谢 这件是什么时候您背着老婆买的 这几年以前 在一个残家宿里发现这个东西以后 我就回家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显尽办法去给他淘过来 当时花了多少私房钱 花了三万 哎 其实我该问这种问题嘛 是吧 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卖十万 要是卖了的话 这个钱上交吗 交一部分呢 反正 交多少 小交一点呢 交多少 交个什么四万 三万四万的 这样的话 你的三万私房钱就成功的变成了六万 对 好主意 好 您觉得他那件怎么样 我觉得他那件很不太真 哪不对 从他那个青色 玉戏的青色来说 明代的没有那么新的青色 对 都是何天玉 他那感觉有点像寿山石了 对 就这青色有点奇怪 对 他说您这青色看着有问题 我觉得不对 因为他可能非常 那个主 以前的主人非常喜欢这个 经常把玩它 所以包姜就可能 这是包姜 对吧 这不能叫青色 对 您看他那个怎么样 他那个够白的 他那个好像是 玉戏比较松 就是稀疏吧 对 我们不说玉戏的问题 他说他那个 什么年代 明代 明 明代的不可能 他好像是现代的 怎么看得出来 他是现代的呢 从他的包姜 还有那个做雕工什么的 我的雕工很金氏 对 您那雕工是明朝的雕工 对 明大粗嘛 线条很牛签 很粗宽 您难道没感觉 他有一点现代工艺的影子吗 没有 他是群手工雕做的 好 两位都很坚定 自己的是真的 对方是假的 接下来 我们首先要请 现场的各位多宝人 来进出关桥两件宝物 来 邀请 好 时间到 请回到座位 好了 现在我们的东方师 已经亮出了彩灯 一红一蓝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 请选择 好 好 好 谢谢各位 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两位请走到自己的宝物面前 来 有请 王静之 老师 接下来 接下来 王静之先生宣判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这个小杯子呢 他的玉比较通透 这个玉的材质 不符合古代的用语 第二 这上面是一支痴 蒋是明代的 它上面标的文饰 是勾连云文 这勾连云文呢 是汉代的云文 即便是后代模仿 它这个勾连云文呢 它必须是连起来的 我们现在看的很简单 就两个一组 两个一组 它没有连起来 这个不符合 这个古代的这个 仿古域也好 这个 它这个特征没有 所以这件语呢 非常遗憾 它是一个 后代的房品 不是明代的东西 好 谢谢王静之先生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参加《雨水定音》 没事 没关系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再给您握个手 谢谢您 再见 再见 好 恭喜您 那么刚才选您的一共是 十三位朋友 恭喜这十三位朋友 恭喜你们 来 接下来就看看您这东西 今天有没有可能 被人收走 您报价多少 十万 十万元 各位 轮腿打架 十六号 您好 包主 是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玉 从年代 包括它的这个质地 都没有那么大问题 只是工艺上面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也没有那么多的雕琢工艺 什么包括镂空啊 或者浮雕一类的 而且我觉得 这个边角 好像经过这么多年了 看上去还是很锐利 很锋利 应该在当时做完了以后 因为这是个实用器 恐怕当时主人 做完了之后 用了一两次 就把手不是拿了 就是磕了 所以就不怎么再用它了 对 所以经过了四五百年的时间 到现在 就没有什么包浆和使用痕迹 就没人敢用 我觉得五万块钱差不多 五万块钱 少挣一点 对 说到刚才十六号认为 因为它一开始做的 就不招人喜欢 所以它就一直没有人用 导致它没有包浆 没有使用痕迹 黄老师 这个往往这个玉质特别的好 它就不雕了 它就让它尽量的不雕 这种纹饰 而让这个玉本身体现美 所以这件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玉质 我们看啊 如果是拿着电筒 照一照的话 会发现它这个血化 非常的致命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 非常好的东西 这正说明它玉好 玉好 至于它这个宫啊 比较这个感到 有点割手的样子 实际上那个时代 这个加工特点 明朝 尤其是这个明初的时候 特别体现了那种静力 非常有静 非常利索 这个静力两个字 是形容明朝域的一个 一个这个 专门要用的一个词汇 就是在这上面 显出来的东西 实际上是大刀阔斧 干净利索 对 这么个感觉 谢谢黄老师 谢谢 下一吹 好 郑教授 刚才王老师都说了 这明代的玉 它叫简洁 明快 非常的痛快 但是呢 我是从这个什么呀 它这个带皮 它这一张就缺 我感觉缺点皮 没皮 不是纸料 是山料 要是假如说 再带点皮 有那种苍散感 我觉得更好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它认为这是山料 有的纸料 也不带皮的 是 流皮是清代以后 可能要流皮 纸料流皮 明代 明代以前 不解决这个 纸料流皮 他说明朝 我们老朱家那会儿 不讲究纸料流皮 是吗 王老师 是有这么个讲究吗 实际上 和这个采域 非常有关系 因为像这个 带扣 它不是这种 随行的东西 它容易保流皮 像这样带扣 几乎就是把它挖掉了 它如果是要 保证了这个形状 它就没办法 留这个皮 刚才这个保祖 讲的也有道理 这个流皮 是少数民族 喜欢的东西 汉族人 一般喜欢白的 在这个宋朝的时候 曾经有人防骨 做了这种老提油 明朝也有 这种老提油 新提油 没皮 它弄一点 那个感觉在上面 刚才我们讲了 回答前一个问题 就讲到了 因为这块鱼 因为它这个鱼枝 比较致密 比较好 就不要再去搞什么皮了 也不可能再留什么皮 它人家留这个皮 它就难 它不像雕的那种小鱼剑 雕个什么马上封喉 它就着那个边 留那个皮 现在这个没办法就边 没办法留皮 好 谢谢 好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带钩 起源于西州 是古代贵族 文人或武士腰带上的挂钩 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用的皮带墙 最早的带钩 多用青铜铸造 注重的是实用价值 玉制带钩的出现 标志的带钩 开始从实用性 转向观赏性 玉带钩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 此时的玉带钩 由钩手 钩身和钩牛三个部分组成 并且普遍使用 经历了西汉的鼎盛期后 因为没有太多实用意义 玉带钩在东汉以后 进入衰落期 直到元明清三代 玉带钩的制作才开始回升 玉带钩再次兴盛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中国人对玉的喜爱 中国人爱玉 上玉 用玉来形容一切美好的事物 受几千年的玉文化影响 元明清三代的玉带钩 已经彻底从实用物转为赏盲物 这一时期的玉带钩 造型优美 技艺高超 玲珑奇巧 颇有甚远 成为古人彰显身份和品位的 常用食物 可以加价 确定 各位 如果喜欢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接下来您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 第一最高价成交 第二十秒多保 第三退出 从现在开始您不能回头看 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显示在他身后 保主第二轮把报价调整到了 16万元 接下来您有三次机会来摸底 第一个问谁 14号吧 14号 出价多少 我出价五万 五万谢谢 需要验证吗 一次机会 第二个问谁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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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出价多少 我出价11万 谢谢 需要验证吗 最后一个 11号 5万8 5万8 谢谢 我帮你看一眼 5万8 5万8千名不在身后 做何选择 这四方钱能变成多少 请仔细考虑 多保人最高出价达到了13万3千元 与保主所报16万相差不多 而保主也询问出了11万的高价 面对这样的出价 保主会选择最高价成交吗 您的选择是 最高价成交 最高价成交 确定吗 贴定 恭喜您 请回头 最高价 7号 多保人 13万3千333元 紫然小姐 恭喜你们达成了交易意向 我们来看一下本篮国合作的 参加派购物是北京 完成 给出的市场股价 是 3万元 价格比444% 有请2号回到自己的座位 有请7号坐上钻石夺宝席 谢谢您参加一锤定一 再见 这估价才3万 刘先生 这拍摆公司给的比较保守 实际上在艺术品市场上 大家有一个普遍的规律 大家只要经常参加拍摆会 你们就一定要看 凡是速工的东西 就是工越少的 它都是特别值得您关注的东西 没错 所以说你看最好的料 实际上工匠是舍不得雕的 大家可以更关注这个市场 谢谢刘先生 谢谢 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清末随形端焰 本件产品 宝主认为 它是清末时期的随形端焰 盒盖用紫檀木制成 上面装饰螺垫 焰台上有铁闹 瞿玉岩等 极品端焰的典型特征 宝主报价七万元 清中级五幅焰台 本届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清中级五幅焰台 这方焰台品相较好寓意吉祥 焰上锁雕 五只蝙蝠生动有趣 宝主报价十二万元 两方清代焰台 一方随形焰 一件五幅焰 一针一脚 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有请最后两位保主登场 大家好 您好 您好 请作为介绍 我是北京人 姓杨 我住在长平 在长平 杨先生 好 您是湖南衡阳人 您怎么称呼 我姓魏 魏先生 杨先生 杨先生 请您来介绍一下这件宝物的来历 我这宝物是十年以前偶然得到的 偶然 您觉得您这比他那好在哪 我看着我这比较正规 他那个呢 起码他缺少个眼盒了 好 魏先生 您这个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自己家祖传的 老魏家的 这个是真正的清中期的 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十二万块钱 杨先生这个 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七万 七万元 来 接下来 各位多宝人 请上前来观看 接下来 各位多宝人 请选择 请走到自己的宝物面前 有请杨宝洁先生 来 这个两件宝物呢 都是厌谈 这个小一点 那个大一点 而且这个完整 这个雕刻确实不错 可是一看宫是现代宫 现代宫 现代宫 怎么说呢 这个盒一看这种盒 老子就没有这种做法 这个浮雕呢 也稍微差一点 这个浮雕是现代的工艺 对 这件 不好意思 好 谢谢杨宝洁先生 谢谢您 也谢谢杨先生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那么 选择支持你的 有多少人呢 我们来看一看 真是火眼金睛 有14个人支持你 谢谢 那么我们恭喜这14个朋友 进入了今天最后一轮的角逐 恭喜各位 来 魏先生 你今天的报价是多少来着 12万 12万 来 12万 轮垂杂架 15号 宝主你好 这个主要是个人不好 而且实质不好 工哪点不好了 编蝙雕都不好看 另外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 厌台讲的诗书画印 它这五款 没有款 对 就是普品 那编蝙雕的怎么样吧 实话说 15号 你觉得它编蝙雕的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吧 挺像耗子的 是吧 那就对了 是吧 交官最好的 好 15号提了这几点 杨老师您觉得说的对吗 这锤砸的是比较准 准了 第一材质不太好 第二 雕工 一般好的厌台 要是刚才说的 实质要好 就没有什么雕工 名人的厌台 一般有名人史过的 不做成这么热闹的雕工 这一看 就是不是名人史的厌台 好 下一锤 12号 12号 厌台 你好 厌台 作为文人 或者是从事书画艺术 创作者 必备的工具 它首先得具有文人的倾向 得雅 那么从这个雕工上看 不够雅 过于俗 而且雕工不好 第二一个 厌堂跟雕刻的图案之间 没有过度 非常的愣 第三一个 没有款 没有雁名 所以说 何以卖12万 最多 我给出价3万元 12号认为 你这个雁不雅 这个题材叫做 五副腾寿 五副宝照 第一雁是底下有腿的 但是 这是原型的没有腿 原型代表什么 天地人活 五位五位行义 八卦营养 它在整活 它又是原型的雁 它雕工这么好 这个寓意很好 你如果是要用的话 你就是做新的用 就把中间打磨 很光亮 底下打磨 也很光亮 你如果是要再装饰它 可以使它变为一个 一个很好的装饰瓶 听一下各位对它价格的看法吧 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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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这个应该多少钱 如果要是我出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出那么高的价钱 我觉得我最高能出到八万 聂老师能出八万 八号 乔先生 你现在还认为它是个假的吗 现在有权是真的 是真的 你愿意出多少钱 三万 你愿意出三万 问一下后排的17号 你觉得这番宴台值多少钱 我觉得听了刚才这些老师的一些 大家的一些陈述 我觉得一万吧 一万 好 14号 14号是 刑剑 你认为这个多少钱 我出的话出两万 就两万 对 一号 一号能出 我出的话能出三万块钱 能出三万块钱 好 谢谢 大家的意思大概听了一个 大概 都没有说能出那么高 这个是清宗期 清宗早期的东西 你现在到哪里 好 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请杨老师来核实一下 这个的时代 时代他说的差不离 清宗期没问题 这个东西 一看 一看这个雕工 就是作为 不是文人气差一点 一看就是 它这个雕 是仿旗行业 仿宋代那种 旁边雕的 也是利于铁墨子 可是一看了就是民族味比较 跟文人没关系 跟文人没关系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价值稍微低一点 而且燕台这几年价格也不太高 如期现在 好些回流的燕台 价钱都比较低 年代没有问题 年代没有问题 清宗 好 接下来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燕台 最早的功能是用来研磨 随着历史的发展 它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具 而成为了极雕刻 绘画于一身的精维工艺品 最早出现 也是流传最久的是实验 收藏界和书画界讲究的四大名艳 分别是唐代史出产于广东赵庆的多安宴 晚唐史出产自安徽物园的舍宴 东建史产自山西江州的称宜宴 宋代史出产于甘肃临潭的桃和宴 虽然名宴都有各自评判好坏的标准 但作为宴 食指娇嫩 宴面润泽 夏末细腻 这样的都可称为好宴 因为性质坚固 古人认为 燕台是唯一可以陪伴终生的门房四宝 所以 刻焰 省焰 藏焰 一直是古代文人的时尚风气 文人在使用把玩燕台的同时 也赋予了燕台独特的含义和价值 因此 一方好燕 要看它的材质 更要看它的人文价值 输入最终的报价 好 各位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谢谢各位 接下来保主 正面朝前 不要回头看 你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 第一 最高价成交 第二 十秒多吧 第三 退出 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在身后 保主 报价 十二万元 你有三次机会 来摸底 第一个问谁 十八号 十八号 您的出价是 两万 谢谢 验证吗 第二个问谁 十号 十号 出价多少 迈克先生 您的出价是多少 两万 两万 验证吗 俩两万了 要验证两万再后边的话 基本上可能也超不过多少 验证 验证一下 可以吗 也可以 不太后边 最后一个 一号吧 多少 三万 三万 谢谢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保主三次选价 得到的价格相加 都不到它的报价十二万元 一见家传的清代艳谈 面对这样的地价 保主 会不会放手一搏 选择十秒夺宝呢 您的选择是 十秒夺宝 十秒夺宝 来 有请 是没想到今天最后 是哪一回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的最低出价 是我们的起拍价 请看 刚才的最低出价 是两万元 各位 十秒夺宝 现在开始 两万四 两万六 五 四 三 两万八 谢谢 五 三万 三万元 三万二 五 四 三万六 马上就要突破 刚才最高出价了 五 四 三万八 三万八千元 五 四 四万 到四万了 四万二 四万二 二号桌 四万二 五 四 三 二 四万四 四号桌 四万四 谢谢 四号桌 四万四 五 四 三 二 一 恭喜四号 以四万四千元 和宝主达成了意向 我们来看一下 本栏目合作的 三家拍摆公司 以及北京股完成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一万两千元 加个低 百分之六 三百六十七 百分之三百六十七 我们有请七号 回到座位 有请四号 往右挪一步 坐上钻石夺宝席 我们恭喜四号 当今乐 谢谢 谢谢文先生 带着家传宝物 来到一帅定音 谢谢您 祝您交易愉快 再见 谢谢 这个价格比 看上去吗 还可以 宝主认为 轻中期的东西 怎么着也得 我也觉得 刘老师 轻中期的 你管它是个什么 怎么也得五六万吧 错 不是吧 不是吧 买贵了 这还贵了 明朝的砖头 到处都是 是吗 多少钱 明朝的砖头 你们老猪家的 老猪家的砖头 老猪家的砖头很多 而且我一看 那个十秒多宝 那不就 按的按的 都是什么 实际上都是钱 尤其是以二号和四号为首的 这两个 但你也得看 顶光在这 您也得看 它是什么东西 不是说宴太 它都值钱 不是说所有的端宴都值钱 端宴值钱的就 上三坑 老坑 坑仔 麻子坑 但不是说 这市 这上三坑 也就都值钱 它还得是 有雕工 有传承 还有一系列 其他的辅助因素 在里面 说不是说 这个东西够清中期 按年头算 一年多少钱 一年多少钱 那到原始社会 那甘肃屋 那出的东西多了 是吧 那一出 那送财的 那个铜财 是吧 一出出好几吨 那你说 怎么算的 这样 账不是这么算的 还得是从他的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 收藏价值 市场价值 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刘老师 我相信现在电视机 现在的观众 非常急于想知道一件事 张金乐先生按这个价格买 他亏了多少钱 他大概亏了 一共四万四 三万八 谢谢刘老师 谢谢 虽然张先生亏了三万八 但是 张先生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恭喜你 这一场 张金乐先生 您获得了 由 同印 翻课专家 孟兆廷先生 在现场 为您首课一枚 姓名同喜 恭喜你 好 孟先生致印的同事 我们有请市场专家 刘兴奎学生发布今天的投资关注 请 关注艺术品市场 关注一推定音 今天我让大家关注的是文房四宝当中的艳台 虽然刚才那方艳台 我说了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吗 文房四宝当中 也就是文房 不仅是文房四宝当中 就是文房所有的物品当中 第一重要的 就是艳台 艳台代表了一个文人 代表了一个艺术家 他的追求 他的艺术水准 而艳台本身来说 他的市场潜力是非常 非常大的 我曾经到端西去过好几次 到每个坑口 我也就都去看过 实际上来说 目前的端西 好艳台的出来的量 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 而好料 基本都是以前留下来的料 更重要的是 我们衡量 一方好的艳台 不仅要从坑口上去衡量 更重要的是要注重 他的人文价值 真正值钱的艳台 是什么呢 文人艳 不是所有的艳台都值钱 是文人艳台值钱 我看了一下 今年上半年 这个大江南北 各式各样的拍卖公司 所拍过的所有的艳台 大概拍了不到150方 这不到150方当中 真正的文人艳 占到了也就是30%左右 而这30%的文人艳 占的市场 整个的份额 达到了90% 也就是说 最贵的这30% 都是文人艳 那么什么是文人艳呢 就是里边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 文人艳 首先它是文气的 它是文化的 谢谢 谢谢刘老师 好 看来孟先生已经叼完了 好 谢谢 来 接下来我代表 代表孟先生把这一方同喜 送给今天春剧眼光的艺术品 投资人 当今的介绍 恭喜您 恭喜您 好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多版人 特别是传言界 向他学习 好 谢谢各位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509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老师辛苦了 感谢所有的多版人的参与 谢谢今天所有的六位多版人 谢谢各位支持我们的节目 再次掌声也送给我们的邦兆亭 先生 欢迎您每场都来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收看本场的一锤一锤 我是朱毅 下周见 谢谢大家